Hello大家好,我是雪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久不见,你们过得怎么样?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奈飞少年法庭的主题 未成年人犯罪 那准备本期内容的过程中,我也犹豫了好几次 毕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那我看了演员们在采访中说 之前他们对于少年犯罪充满愤怒 但参观了少年案件庭审 听了多位法官的详细介绍后 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然,不管怎么样 最后选择犯罪的错在于少年本身 这一点始终是毋庸置疑的 那以前我对少年犯罪的态度也只有愤怒 看完这部剧,读了几本 负责少年法庭庭审的法官们写的书之后 我才了解到社会系统是如何一步步 把少年们推向角落 还有教化的必要性等等 然而读了东野归武的小说《彷徨之刃》 感受到受害者和家属的无助 可血淋淋的伤吐后 愤怒再次涌上心头 我甚至都不想把教化挂在嘴边 那经历了这样一段纠结的过程 我为什么还是决定要做这一期视频呢 我觉得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还是有意义的 近几年频频发生的少年犯罪恶性案件 对于大众来讲 也许只是一期其引发公愤的新闻事件 过一段时间就会在记忆中淡去 直到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们再次愤怒的谴责 但这些事件背后 是一个个鲜活的受害者和家庭 他们的痛是真实长久的 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多一份关注 多一些讨论 会不会有可能找到一些办法 预防这些悲剧的发生呢 那带着这样一个愿望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少年犯罪 这部剧的标题 执意过来是少年审判 韩语中的法官一词执意过来叫判事 剧中一些同事称呼审法官为审判 审恩西判事 所以有人解释 本剧的标题有双重含义 第一层是审判不良少年 另一层含义是师族少年和审判审法官 那剧中身为法官的主人公 同时又是少年犯罪受害者的设定 似乎是为了表达未成年犯罪 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的社会问题 审法官说 我对少年犯厌恶至极 这句直白的台词 一下子吸引我们注意力 或许是因为这也代表着我们的心声 最近几年媒体报道中的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 已经残忍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剧中案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可能是考虑到影片中 对青少年犯罪的描述 故于具体和残忍 剧组没有请未成年演员 而是选了比实际角色要年长的演员们 饰演少年犯 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引起公分 不只是因为这些可怕心境 更是因为他们受到与犯下的罪行 不匹配的无关痛痒的处罚 比如本剧前两集的两位少年 犯下了如此残忍的罪行 但其中一位由于未满14周岁 仅被派收容教养两年 另一名被判处20年徒刑 许多国家都有少年法或类似的法律 目的在于让犯罪青少年 即使犯了错 仍然有被教化自信的机会 所以少年法庭秉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刑期也就比成年人要轻许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 通常把刑则年龄下限设定的很低 相比之下 大陆法系国家 大多数规定青少年刑则年龄 为12至14周岁 刑则年龄以下少年的犯罪行为 不会留下任何前科记录 给了未成年人更多纠错机会 但随着少年犯罪日益凶财和低龄化 甚至出现了利用刑则年龄漏洞的恶性犯罪 每当有这些令人发指的案件发生 社会上要求废除少年法 加重处罚的声音都不曾停止 影片中 犯罪少年们有恃无恐的模样 真的是看得我血压飙升 那要求因废止少年法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再犯率高 最终我们看到少年们一次又一次的站在法庭 在引发叹息的同时 也不由让人质疑 这种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方式 是否能真正的达到教化的效果 如果宽恕让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这又是否已经违背了立法的初衷 那第二个原因是 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在少年法的保护下 孩子们以年龄小为由 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是得到了改革自新的机会 而另一边 他们造成的伤害却十分严重 光是了解这些只有受害者 没有加害者的真实故事概样 就仿佛听到受害者的愤懑 这份愤怒透过荧幕蔓延开来 向所有人质问 法律面前是否真的人人平等 其实大家也不是不能理解 设立少年法的初衷 青少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判断力 所以有可能做出比成年人更为残酷的事情 但如果法律选择拥抱不成熟的孩子 那是不是应该更温暖地安抚悲伤的受害者呢 据中审法官说 帮助孩子们的法律 怎能建立在践踏孩子们的权利之上 那帮助未成年犯罪者的法律 又怎能以践踏受害者的权利为代价 那这里我想引用一下罗翔老师的一段话 人道主义很容易盯着对抽象人的热爱 而放弃了对具体人的责任 主张对犯罪未成年人不追究刑事责任 看似对儿童的关心 却放弃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之责 人爱必须生活在公正的土壤中 离开的公正 它一定是人道主义灾难 那看起来既没有对加害者实施英勇的处罚 又没有对受害者进行必要补偿的少年法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法学家们普遍反对废除这项法律 第一个原因是青少年的大脑具有可塑性 我们知道人的情绪成熟性 自我意识和判断主要受前额叶皮层的影响 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发育完全 因此他们在大脑中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成年人截然不同 未成年人表现的更为感性冲动 是因为他们在面临威胁或处于危险的情况时 会使用海马体和右侧扁桃 而成年人会使用前额叶皮质 所以成年人会更加理性地评估威胁 大脑尚未成熟 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可塑性 前面我们也提过 英美法系国家在少年犯罪处罚力度上比大陆法系国家更强 以美国为例 大部分州规定7岁以下不承担刑事责任 14岁以上最高可以处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2005年之前 甚至可以对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判处死刑 但2005年至2016年期间 美国最高法院发布的几项判决 确定了禁止对青少年判处极端成人刑罚的原则 除非涉嫌谋杀不能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法院做出以上判决是因为接受了脑科学研究结果 认为青少年大脑具有强大可塑性 即便是犯下最极端罪行的年轻人也可以改变 那另一个反对废除少年法的原因是 废除它也许并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安全 为什么呢 剧中提到几个数据 我们通常在新闻中看到的极端犯罪 占整体少年犯罪案的1% 校园暴力占15% 剩余案件是为躲避家庭暴力 离家出走后实施的不良行为 比如盗窃等犯罪 假设废除少年法 就意味着犯罪未成年人将与成年人受到同样的待遇 这种情形下可能会发生以下副作用 首先由于多数是轻刑犯罪 大部分士族少年可能不会判以劳刑 但在等待审判期间 与成年罪犯一同居留 没有教化的过程 不仅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还会学到新的犯罪手段 进一步提高再犯罪率 或加入犯罪团伙走向重刑犯罪 而且如果和成年人同等处罚 他们大部分人将被判处有嫉妒性缓期执行或罚款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罚款由父母缴纳 不能成为对加害者本人的处罚 如果被判处缓刑 涉案少年会被立即释放 包括暴力事件加害者 这就会对受害者造成极大威胁 而在少年法下 他们会被收容管教 与受害者进行隔离 也经历了一段悔改过程 此外 青少年犯罪中 还有一大部分 输为了生计 触犯法律的生计刑犯罪 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们 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 留下钱科 就会很难找到工作 如果被处以罚款 就会背负债务 两种情况下 他们都很有可能再次犯罪 久而久之 成为职业罪犯 无法回头 同时 这也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激化社会矛盾 因此 法学家们强调 废除少年法 虽然看似痛快 但不仅不可取 也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那 我们社会应该如何对待 未成年人犯罪呢 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任由他们藐视法庭 践踏法律吗 当然不是 少年法庭 就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 出发 关于少年犯罪的讨论 不是非黑即白的 简单问题 但不管是强调 教化为先 还是主张严厉惩罚 我想明确的底线 应该是 绝不能让受害者 再次落位 好的 那关于少年法庭的背景部分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一篇 我们一起聊正片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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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